民族大元帅逆天而行还能复活吗? 第四季中能否看见他的身影呢? 就连死了十万年的旧神都能复活 凭啥就大元帅复活不了呢? 要说五更季中最大的一难平 非大元帅逆天而行的陨落莫属 五更季中复活过的强者不在少数 比如被困了十万年的旧神 还有后面被真蝉圣王复活的天舞玄风 更过分的是能无限复活的实行 唯有大元帅和白龙的陨落 让众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白龙还能理解毕竟复活过 虽然只是一次体验它 但是大元帅既不是旧神也没有失去灵魂 为啥绝无复活的可能呢? 难道黎明之花的毒性当真无药可救吗? 我们都知道石化病才是民族真正的特性 而且大元帅的陨落并非是被天斩杀 而是石化病而死 最后的大元帅化成了一尊石像 没有任何一丝生机 即使是真蝉圣王也没有办法复活 在剧情中民族人一旦染上这东西就没救了 之后随风起舞也是因为这个病而死 然而黎明之花是神眼一手操办的 不过神眼只知道用花粉来石化民族人 他也不知道如何救治石化病 要说剧中谁最有可能治得了石化病 就只有幻岛一派有一点点可能性 但是也不能救回已经领落的大元帅 还有就是大元帅的复活 会影响到剧情的发展趋势 毕竟他破级之后的实力恐怖如斯 容易影响到主角与其复活后救神的发挥 就像是现在退居幕后的黑龙天一样 要是他在的话其他人还怎么办? 所以在第四季后面的剧情中 大元帅肯定是不会复活的 但会出现在五更的灵魂世界中指导